大家好,歡迎收看《好吃冷藏》,我是Sam,我是Emily,歡迎收看我們第二集的菠蘿系列,所以上一集我們做了雞皮酒,這次我們會有另一種煮法,就是炒,但是炒菠蘿的話,我們通常會吃到什麼味道呢? 我可以想到的只有菠蘿炒飯和茄汁,菠蘿菠蘿肉,菠蘿炒飯通常會放海鮮,菠蘿肉的話會用茄汁,這次我們會試一個新的煮法,就是用蜜汁 需要的食材就是有半個青椒,300克豬頸肉,4分1菠蘿和半杯菠蘿汁,配料就是1斤半的蜜糖,10克蒜蓉,2次間的生抽和2次間的生品 首先,我們用菠蘿汁和配料醃一醃豬頸肉,然後把它拌勻 最好醃3小時,不過如果你趕時間的話,就可以醃半小時的 然後就可以落油了,等油熱了之後就爆一爆蒜蓉 然後就可以炒豬頸肉 等豬頸肉炒熟了之後就可以將青椒和菠蘿加入 不過菠蘿就不需要炒太久,因為它會出水 然後我們再將蜜汁和蜜糖倒進去 再炒一炒就可以起鑊 這個很簡單的菜就煮好了 是Emily第一次煮這個 那你會給自己多少分? 還沒吃,其實我也不知道 不過它聞起來很香 我覺得可以給自己追試7分 我們先試一下這個菠蘿 菠蘿不會炒得太熟,是可以的 記得選擇甜一點的菠蘿 因為這個蜜汁菠蘿是一個甜的菜 所以如果不夠甜酸酸的話就不好吃 下次再見,拜拜